主席歸先進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程序发言 所以姑且不论马席会到底有没有国家需要 有没有人民支持 有没有国会监督 这个我们通通不管 我们就做立法院的角色 特别是内政委员会的角色 我们在进行程序发言 我们提出的是什么案子 那这个案子我们就要求主席必须要处理 昨天内政委员会我们提出了两个案子 第一个案子是变更议程案 那根据立法院主治法的规定 我们设内政委员会本来就监督陆委会 所以陆委会有重大的两案事项 本来就应该对内政委员会来提出报告 过去是这么做 现在也是这么做 未来更应该这么做 那为什么有关马席会的事情 从来没有报告过 而且夏立言主委 他其实曾经来报告过夏章会 但是夏章会的内容 他完全没有提到马席会这件事情 那这样有没有含着 欺骗国会的一个事实 所以这个部分 身为内政委员会的预言 我们要严格的追究 我们要求夏立言要立刻来做专案报告 这才是符合我们国会监督 这才是符合立法院 这个议事规则 立法院主治法的规定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提出的是所谓的预算的复议案 我们礼拜一才审完 我们陆委会跟海基会的预算 礼拜二的半夜 忽然跑出来说要马席会 连王院长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我们立法院的议事规则 23条也规定的非常清楚 当有这个程序 变更议制的案子提出来之后 如果主席没有处理 不得进行讨论事项 所以这个非常清楚 我们现在就提出这两个案 那主席一定要处理 那我们觉得非常奇怪的是 我们陆委会来这边报告 来这边审查预算 结果搞了半天 连马席会这么重要的事情 通通没有列在里面 那这个不是欺骗 这又是什么 所以这两个案子 一个是变更议程案 一个是预算复议案 本来就应该立刻处理 但是请各位现场看一看 请各位现场看一看 除了今天主席以外 哪一位内政委员的国民党委员 有出席 有讨论 如果你们要反对 变更议程 你们要出来讨论啊 讨论完来表决啊 那表决也是你们人多啊 没有 通通没有 从昨天到今天 为什么是这样的状况 立法院是国会殿堂 立法院就应该照着 立法院的职权 照着立法院的议事规则 一步一步来走 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要求主席 既然昨天已经提出这两个案子 一个是变更议程案 一个是预算复议案 请主席立刻处理 否则没有办法进入讨论事项 如果不处理的话 那国会又等于白白耗了两天 那所以国会设置的目的在干嘛 国会设置目的不是对你们有利的就来开会 对你们不利的就不来开会啊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立法委员通通不来开会 对这个议程的变更也不讨论 那你们要怎么跟大家诉求说 我们通通不来开会 但是请明年的1月16号继续投给我们 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吗 所以我们今天先不谈别的 也先不谈马锡会 社会的风平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只就我们的议事的进行 非常清楚的两个案子 一个是变更议程案 一个是预算复议案 请主席立刻处理 谢谢 好 谢谢 我想昨天 邀恩之伟也要 请 各位同仁 其实我印象所及 自从太阳花学运之后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